好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結果公佈的時間了 不過在結果公佈之前我們希望能夠請評審團的每一位評審 都利用三分鐘的時間針對這一次決選的始祖團隊發表回饋 那我們第一個先請哲偉發表一下回饋 大家好 感謝大家參與今天這一次決選的活動 那我覺得 因為我自己也是社群的參與者 所以我想大家都是斜槓來參與 社群的專案 包含學生也是斜槓 你可以想像他們也要念書 然後同時間在課餘的時間來做開發 社會人士跟更多社群朋友當然也是 所以其實我們大概都是用比較培育的方式 培育的方式來舉辦所謂的競賽 競賽對我們來說是做一些設定的騎乘 來邀請他用自己的步調 可能我們不會像一些比較集中式的黑客棟 沒有那麼的傷身體 我們這是要做身體健康 要做長久的 所以會有一些拉的騎乘 陸陸續續也在今天致詞提到 我們會把一些獎金分在初選階段 初選階段其實就應該給一些鼓勵 讓大家往下走 然後過程中的GV Mentor 也是藉由這一次去發展出來 我們邀請社群的個人來擔任 Mentor 角色 所以各位的專案其實 接下來整個社群應該都是大家的 Mentor 也就是你的專案或許評審有些詢問 或者你後來也發現到一些困難點 那社群在11樓或者更廣大的 Slack 專案上面的這些朋友們 都可以變成是你可以諮詢的對象 甚至是合作的對象 或許有些技術或許有些專案是可以直接合作的 那我想這邊也就表達一下 九龍團在這邊的角色就是維持這樣的平台 所以教育的這一塊當然我們並不是 那麼一定是一個教育的背景的團體 不過我們看到大家用斜槓的方式做這種自主專案的話 是可以學到很多 而且可以發揮很大的影響力 所以我們除了競賽之外 我們也會陸陸續續跟一些學校合作 也就是實際上在高中的18週裡面 藉由自主學習的課程 或者探究與實作的課程 把這樣做專案的想法放進去 那今年度預計會跟台中女中內湖高中來合作 大學的話也會再跟東吳政治系的部分課程 還有台大資工系的一個做 Web3 相關的一個主題的課程來做合作 那也是邀請社群的資源進到學校場 那這一部分大概就是我們周中團 近期的一些舉辦方向 那所以一樣從整個活動的舉辦上 如果大家覺得有一些想法 做的可能性 甚至怎麼樣讓這個做專案的歷程 大家會做得更有力道 都可以再把一些意見給周中團來參考 那以上是我的分享 那我們再歡迎下一位的評審 好那我們接下來請黃衣靜 共同創辦人來發表他的回饋 好就如同前面剛剛打的一方針 就是真的如果沒有入選的話 真的不要太會心 一定可以專案持續下去 然後或是找更多人討論 做出更多有趣的事情 那在我自己參與社群那麼多年的經驗來說 就是很多時候我們就只是希望 能夠把想推動的事情推動下去 所以其實有的時候你的專案目前出動的方向 可能是或許沒有那麼省力 那或許可以找更多人討論一下 我們如何把這件事情更快速的推廣 進去到你想要落實的場域 以及讓這件事情真正發生 所以如果後續有一定可以找更多人討論 然後去聊聊可行性的做法跟方法 然後看我們去如何把大家想推動的事情去做下去 對就比如說有做遊戲專案 可能可以去一些獨立遊戲發表的場合 或是Game Jam等等的場合去做發表 然後跟大家一起去讓它實現出來 對所以其實有很多可行性的做法 是不只是大家目前想像的做法 它其實有更多的可能性 對所以就是可以帶著自己的專案 自己的想法 然後去找更多人討論 讓自己目前想做的事情 可以持續的延續下去 大概就這樣 好那我們接下來請台南信亞協會的延晚林理事 提供整體回饋 我其實蠻常做評審的 但我覺得這一次的評審經驗比較特別是 我覺得這個競賽的目的 真的不是競爭而是陪伴喔 所以我們剛在討論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在想的事情是怎麼樣 可以讓這些案子不管有得獎沒得獎 都可以繼續留在社群裡面 然後用社群力量讓它發展的更好 那我另外一個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是 因為我其實不會寫程式 我是一個NGO 就像我一開始說的 我是從地方來的NGO 所以對我來說 都是這個案子的社會價值 它可以影響社會的程度 或是方向 才是我評量的最主要的標準 那我也很 我也覺得說 這一次的幾個案子 其實有的沒有選上的 它可能不是技術的問題 而是我們擔心 這樣子的案子 如果獲選 它是不是有可能會把 一些事情帶往不好的方向去 類似像這樣的事情 都會是評量的標準 所以各位不要覺得是價值 技術的問題 而是要去思考為什麼 我們沒有讓你獲選 有可能是因為你的方向 是不是哪裡 應該要再調整 而且是對社會影響的方向 我先分享到這邊 謝謝 好 那我們接下來請 我們接下來請 丁老師來進行整體會饋 那這一次最讓我驚豔的就是 整個 大家提案的多陽性 多面向性 比如說 那個長度剛好 對不對 它就是一個基礎研究 那 關心的課題是台灣重要課題 那未來可能 可能可以 可以發揮作用的地方 沒有拘束住 對不對 還有很多的 還有很多可能性 那比如說像那個 有的是做公共治理 比如說 而且是很簡單的公共 改善公共治理 比如說 像那個 請行人拍個照片 上軟刀平台上面去 對不對 對公民來講 是一個很簡單的動作 對不對 那也有 也有就是對現有資料加值 他把大學現有的選特資料 拿來加值完之後 對不對 他產生更大的 那個 價值對不對 那有些人直接就做工具 像想要取代 在現場學籍時代 有沒有更好的工具 那那個 每個都有 都有 都是 那個走一半的路 都還有很多可以走更遠的方式 比如說最後那一個 他想要 走一個 走一個 那個 數位學習用的工具 對不對 但是 他 可能如果他循著 Google Class的路走下去 可能就是 那個 局限住 但是他如果可以 往後再 加入更多自主學元素 他就變成一個 完全跟他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 那個 什麼 很多人就是以為 以為 我們 那個 這個 好像 我們會偏某一方面 今天看提案起來 是非常非常 那個 代表出台灣整個社會的多元性 跟大家努力的多樣性 謝謝 好 那我們最後請台大政治系的劉康慧教授來分享他的整體回饋 今天非常榮幸受邀臨時小學來這邊擔任評審 那陳如如各位評審們已經說過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中繼站 它並不是final 然後更重要是大家持續的一直參與這個社群 然後來精進自己 因為很多評審說 從一開始的提案到現在大家都進步非常多 那也因為是中繼站 我給各位送三個禁堂 就是我們平常 評審會看的東西 然後我想第一個就是核心價值 尤其我們這個是要有公益性 公共性 所以你的公共核心價值是什麼 也就是剛剛冰冰老師講的DNA 就是這個蛋白 核心蛋白 膠原蛋白 好 然後第二個呢 就是我們的這個 我們會很在乎 它到底你的beneficial是誰 它到底誰會受益 也就是要用這個我們叫做利益相關者分析 利益相關者有哪些人呢 通常是有兩種類型的人 一個是他會受你這個方案影響的人 他是高還是低 或者是呢 他對你這個方案有興趣或沒有 他的高跟低 這樣你會分類出四種人 那在報告呈現的時候 你可以講 這種兩個都是高的人 他會怎麼樣受到你的方案影響 兩個都是低的人 我要怎麼樣去manage他們的一些想法 那這是第二個警囊 最後一個警囊呢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的方案 現在非常成熟到 要開始建構自己的一些社群 或者是他的服務對象 是一個特殊的一個社群 你要去建構這個團體 但在這個管理和治理的過程之中 你就要先預設 我會碰到什麼樣的困難 所以在報告上的時候 也許你先把自己的這個 可能會變成困難講出來 會讓團隊在看這個可信性 還有這個影響力的時候 會更加的注意 那這個三個警囊送給各位 但是我們剛剛一致討論的時候 都覺得有一個東西 就我們一致認為就是 我們真的都是很棒 那我要帶各位做一個活動 在我們宣布之前 因為大家現在很緊張的表情 可是我一定要把我們評審 真正的心聲傳達給各位 就是我們覺得你們真的非常棒 那我們要怎麼做這件事呢 那要稍微加入一點動作 我們先這樣借你們的左右手 不用站起來什麼之類的 那我們先拿出左手 就是我就是我很棒 欸你們要說啊 怎麼只有我一個人說 是你們不是我這樣 好我很棒 然後再借右手說我真棒 然後等一下兩隻手要一起出來說 我們一起棒 然後兩隻手一起來 我們一起棒 好欸怎麼很緊張 來來再來一次 好來在我們左手 我很棒 我真棒 我們一起到了這個最後的這個專案的 這個最後的評審頒獎典禮 我們一直一路走來 認識新朋友 然後有很多新的一些idea出來 又有這個臨時小學的協助 所以我們最後要怎麼說 我們一起棒 來我們一起棒 好謝謝大家